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因为精华成案 招列被告身份约谈 谢信妻子也被以证人身份重换 两人一前一后走进北检 只见彭震生的太太下车时 脸上面露皮带还一度 双腿发软差点跌倒 一旁的连阵署人员 健壮赶紧上前参扶 仅跟在后方的彭震生 头戴帽子口罩 面对记者问话不发一语 经过北检肉业征讯 10小时后 检察官认为他涉嫌徒利 最嫌重大 申请积押禁件 当初进华城向台北市府 成情希望争取更多的楼地板面积 当初的柯市府就置办 容积率奖励办法 让进华城的容积率 暴增到840% 而彭震生除了主持会议外 后续交送市长式的关键签诚 也代替柯文哲盖章决行 被视为关键人物 而据了解日前 他向北市议会 金华城调查小组说明时 就通入金华城案 是柯文哲交办 早在这个月12号 彭震生首次被依涉嫌赌职 贪污徒利等罪 遭到检调搜索约谈 但最后吴宝请回 只是限制出境出海 如今检方持续调查 怀疑他有勾结串供疑律 向法院申请积押禁件 而他的妻子讯后 吴宝请回 接下来就是等待积押庭 结果看后续 彭震生是否转为污点证人 接下来是陈翔的区委呈 张较宇 查看报导 张较宇 查看报导